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时郑一剑和少美琪并没有传出分手的消息 大家一直以为他们还在一起 所以这个新闻一经曝光 郑一剑直接被贴上渣男的标签 梁勇琪也被指责横刀夺爱 双棋夺面的局面轰动一时 随后在媒体造势和舆论压力下 郑一剑无奈之下只能召开记者会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可不管他如何解释 少美琪付出了近七年的感情 还是输给了后来者梁勇琪 不禁让人替他惋惜 而这场轰动娱乐圈的双棋夺面事件 成为了当年的头号娱乐新闻 一直从二十世纪跨越千禧年 延续到了新世纪 也让少美琪承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感情伤痛 少美琪在拍摄电视剧《燃烧岁月》时 结识了与同剧组的郑一剑 之后两人在合作 久返威龙时 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当时的郑一剑刚刚出道不久 在影视圈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可少美琪不在乎这些 她只在乎这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 是不是足够爱她 就这样 少美琪顶着外界的质疑声 再一次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郑一剑的身边 除此之外 她还利用自己的人脉 极力为郑一剑争取资源 郑一剑很快便成为了演艺界的新宠 正让郑一剑备受感动 所以当少美琪的身体出现问题时 她抛下一切跑到医院 尽心尽力地照顾女友 很快 少美琪出院了 她第一个感谢的就是男友郑一剑 可大病出狱的少美琪 还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因为生病住院 导致自己的演艺视野直线下滑 很多原本属于她的角色 全被公司安排给了别人 更让她感到无奈的是 就连男友郑一剑的片酬都超过了自己 正让少美琪是又喜又忧 1995年 郑一剑受到王金青睐 拍摄了《古惑仔》系列电影 上映之后 人气更是直欠飙升 此时 诸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媒体 赶紧上前询问 你现在人气这么红 会不会和少美琪分手 面对港媒的质疑 郑一剑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会照顾少美琪一生一世 如果生命终止时 我宁愿女友先死 这样 我就能照顾她到最后一刻 而且我以后的老婆 一定是少美琪 听到男友的隔空承诺 少美琪很是感动 她觉得自己事业好不好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自己选对了人 1998年 正一剑主演的电影 《风云之》 雄霸天下 夺得了香港电影的票房冠军 那一年 她在红馆召开演唱会的时候 当着上万观众的面 为少美琪演唱了一首 《一生爱你一个》 观众在台下尖叫连连 都爱惨了这个 对爱情如此专一 对女友如此呵护的男人 而少美琪自然比观众更加激动 她坚信 自己这辈子嫁的人 只能是郑一剑 可事情的后续 却并没有按照少美琪的意愿进行 当时 郑一剑和梁永琪 都是各自公司力捧的新一代天王天后 这对俊男靓女经常一起登台献唱 参加各种舞台剧表演 渐渐地产生了情愫 一年后 也就是郑一剑生日的那天 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就发生了 最后举其不定的郑一剑终于还是承认了 自己移情别练到了梁永琪的身上 而少美琪在这个事件中也算是失之东雨 收之丧雨 因为她属于弱势方 不仅收到了郑一剑的补偿费 还被不少人同情 据传 虽然少美琪在双起夺面中败下阵来 但说好要照顾她一辈子的郑一剑 因为心中有愧 便把自己价值千万的物业 转到了她名下 以做弥补 而且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郑一剑很多地产 都是登记在少美琪名下的 价值约3930万港币 分手以后 郑一剑将两人在1997年时 买入的摩天大厦 天后微景台等三处 约2583万港币的不动产 转赠给少美琪作为补偿 不仅如此 分手以后 还和梁永琪谈着恋爱的郑一剑 还每个月固定会给少美琪生活费 这也是后来梁永琪 会和郑一剑分手的原因之一 除了和郑一剑的这段恋情 少美琪的其他几段 就不如这段这么轰轰烈烈了 这个胡子拉叉的男人 是少美琪遇上郑一剑之前的男朋友 当时少美琪刚进娱乐圈 气其意是他训练班的老师 最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一名小小的场务 可看似其貌不扬的他 却十分有才华 所以他很快便从小小的场务 摇身一变成为了无限的兼职 而少美琪似乎也正是看上了 气其意的才华与能力 所以他不顾身边朋友们的劝阻 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个 看着有点不靠谱的男人 但气其意对其却不怎么上心 在少美琪的眼里 气其意的邋遢只是他随性 不拘小结 气其意对他的冷漠 也只不过是他事业心太强 这些都影响不了他们的感情 所以他无所顾忌地 主动承认了这段恋情 即便双方不怎么回应 他也不在乎 最终 这段感情还是因为两人 聚少离多 以分手结尾了 但两人分手后 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 老死不相往来 他们还是朋友 并且还有工作上的来往 美琪与中一剑分手以后 气其意向他抛来橄榄枝 赶了他不少资源 而少美琪也借着 《创世纪》这部片子 事业上渐渐回暖 与此同时 他的感情也有了新动向 2003年时 少美琪遇上了 围村帝王郑伦光 但因为对方是个有父之父 所以 这朵烂桃花 很快就被少美琪主动斩断了 眼看爱情无果 少美琪便将重心放到了事业上 相继出演了 《最爱女人购物狂》 《活舞黄沙》 《刑事情报科》等作品 并再次翻红 但也因为出演了《活舞黄沙》 少美琪又收获了一朵烂桃花 当时与他饰演夫妻的黄德斌 在拍戏过程中 对少美琪暗生情愫 很快就对他发起了追求 因戏生情这事 在娱乐圈并不少见 很多明星夫妻 就是因戏生情结婚的 如果 彼时的黄武斌和少美琪 都是单身的话 说不定真的能成一段佳话 但黄德斌在追求少美琪时 已经有了一个正牌女友 所以 这段畸形的三角恋 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不了了之了 很巧的是 郑一剑也在此时 和梁永琪分手了 据说两人的分手原因之一 就是前面说的 郑一剑恋爱期间 还在给少美琪打生活费 之后就有媒体拍到 郑一剑出入少美琪的住所 正当大家以为 两人这段藕断撕连的感情 会和好如初时 郑一剑却转身 和蒙家慧在一起了 而少美琪也在2008年 遇见了小自己9岁的 师祖男 只不过 少美琪的运气 并不如郑一剑 郑一剑已经收获幸福时 他却再一次 因为感情受到了伤害 少美琪被揭露 包养小男友后 偏爱姐弟恋的标签 便被贴在了他身上 少美琪与师祖男 因拍摄 机动部队同袍结石 当时是师祖男 主动对少美琪 发起的追求攻击 面对这个小鲜肉 热烈的爱 少美琪很快就沦陷了 两人并不在乎 9岁的年龄差 不过这段恋情 少美琪并没有选择公开 直到2012年 郑一剑和蒙家慧 选择步入婚姻殿堂时 少美琪才公开了 自己和师祖男的恋情 并送上了 对郑一剑的祝福 据传 师祖男与少美琪在一起后 因为名气不大 赚钱也不多 所以大多数时候 都是少美琪 花钱养他 而少美琪面对 包养男友这样的评价时 也并不在乎 依旧我行我素的 和师祖男 甜蜜地谈着恋爱 但这段恋爱 最后并没有开花结果 据悉 师祖男并不是一个 老实本分的人 他和少美琪在一起时 居然还多次跑去偷吃 而且并没有一点廉耻之心 2015年的时候 他还被传出和香港歌手 蔚蓝 私交匪浅 关系暧昧 少美琪也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 直接大刀阔斧地 斩断了这段长达七八年的感情 最后 师祖男只好灰溜溜地搬出少美琪的豪宅 两人分手之后 尽管师祖男经常被拍到偷吃的新闻 但少美琪还是给他留足了面子 他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两人是因为私人理由分手的 并不是第三者 或者因为金钱方面的原因 而且还是朋友 和师祖男分手之后 少美琪再也没有传出过 有关新恋情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都是截然一身 不过尽管感情一直处于空窗期 但少美琪的生活却十分富足 有媒体报道 此前少美琪陪妈妈逛街时被拍到 她大方回应了关于恋情的问题 表示 男人大把了 看你要不要 对于爱情可以奋不顾身 也能泰然自若 经历了感情的大起大落 可见少美琪现在对于感情问题 已经十分乐观 扩大了 对于婚姻也是看淡的态度 从她自己分享的日常生活碎片 可以看出 尽管已经快到花甲之年 但住着上亿豪宅的少美琪 皮肤状态依然很不错 精神头十足的她 偶尔还能上个怀旧节目 或者拍拍配角戏 陪妈妈一起逛街 生活可谓多姿多彩 那么 对于少美琪 你怎么看呢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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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小铃铛